七岁那年 哥哥忙着追贫困生 导致我被拐走 等我好不容易回到家时 贫困生已然成了贾千金 他一身昂贵的公主裙 捏着鼻子 嫌弃地看着我 他身上那么臭 会不会有传染病啊 就这样 爸妈看我的眼神变了 哥哥更是满脸厌恶 你为什么要回来 打扰我们的生活 这时我才知道 原来贾千金 同时还是我的嫂子 最终我被贾千金折磨而死 爸妈和哥哥熟视无睹 再次睁眼 我回到了五岁那年 这一年 爸妈的竞争对手 锁定了我哥 想要拐走他 以此威胁爸妈妥协 这一次 我选择姓失明 废物哥哥 还有偏心父母 一起去死吧 正文开始了 轻轻每日分享 不一样的完结文 关注轻轻不迷路 小丫头 你去告诉你爸妈 让他们放弃这次的项目 端你哥哥就再也回不来了 戴着鸭舌帽 口罩的中年男人 对我恶狠狠道 他的手里 还紧紧地拽着我的哥哥 此时的哥哥 还是个小朋友 不高不大也不恶毒 看向我的眼神里没有狠力 而是恐惧和哀求 袖着奥特曼的牛仔裤中间 已经湿透了一片 哥哥尿裤子了 我洋装惊恐之色 拼命地点着头 像挤了小鸡啄米一样 绑架饭很满意 抱着哥哥扬肠而去 黑色的本田 车牌号都不拦着 怎么做绑匪的 好香啊 这是什么吃的 我嗅了嗅鼻子 跟着香味就到了小超市门口 五彩缤纷的棉花糖 看着就很好吃 等我抱着棉花糖到家的时候 爸妈已经回到家了 看到只有我一个人 疑惑道 你哥哥呢 我小口舔着棉花糖 奶生奶气道 不知道哦 棉花糖好吃 爸爸妈妈要不要吃 爸妈在屋里找了一会儿 又在小区里找了几圈 发现没有哥哥的身影 这下子急了起来 开始打电话报警 可是在那个没有监控的时期 找到人贩子 难上加难 警察疑惑道 按道理不至于啊 你们这个小区治安都很好 怎么会有人贩子来这里呢 我也问了保安 并没有发现可疑人进出 妈妈贪坐在地上痛哭 爸爸也是扯着自己的头发 伤心欲绝 我坐在花坛上 小腿摇晃着 大大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们 他们看着好伤心 好难过呀 那为什么前世 看着我死在他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却波澜不惊呢 嗯 哥哥的命是命 我的命不是命 既然如此 那大家就都别火了 当天哥哥的寻人启事 就贴满了大街小巷 也上了电视 赏金三万块 在这个年代 三万块钱很值钱的 之前我还在想 挡架哥哥的人会不会主动跳出来 但是寻人启事一出 我就知道 哥哥不可能回来了 因为绝无私了的可能性了 每天都有无数大大小小的案子发生 哥哥的案子 就暂时搁置了下来 钱是因为我记得车牌号码 所以警方轻易找到了哥哥 哥哥对我的报答 就是七岁的时候让我被拐走 毕竟是亲胸内吗 骨子里的血缘都是一样的 礼上往来不过分吧 我渐渐地展露出的聪明和才华 时不时说一些赚钱的项目 让他们渐渐地 从狮子之痛中走了出来 爸爸高兴地揉着我的头 宁宁真是我们的福星 让爸妈赚了很多钱 我哥哥地娇笑了起来 我在电视里面 看到有钱人住的房子都好大 前面还有游泳池 好气派的 爸妈 我们也换的大房子吧 旁边住也都是有钱人 说不定到时候能交流一下 赚更多钱呢 我听别人说 圈子是最重要的 爸妈被我说得心动了 相互看了一眼 如今家里赚的钱 也足够买一套别墅了 但是他们心里还是垫着哥哥 万一他找回来了呢 我们听宁宁的 圈子是最重要的 一日爸妈就去看房子了 最后花巨资在市中心 买了一套别墅 周围住的都是非富极贵的大人物 我长得可爱 嘴巴又怪 捧着妈妈亲手做的饼干 去拜访了周围的几家住户 很快就和他们熟络了起来 爸爸妈妈也因此拿到了不少项目 虽然价格报得低不赚钱 但是关系是攀上了 我也趁机开口道 爸妈 平时你们工作忙 我一个人在家冷冷清清的 要不领养一个哥哥吧 让他陪我玩 为什么要哥哥呢 那当然是要彻底取代哥哥 在爸妈心目中的地位 避免到时候他一回来 重男轻女的爸妈 立刻就把所有功劳都给他了 白给哥哥做嫁衣 这种事情想都别想 如今爸妈对我是百依百顺 自然是不会拒绝了 父母不能自己选 所以再废物也没办法 但是这个哥哥可以自己选 那自然是要选个称心如意的 我有厌蠢症 所以脑子不好 使得不行 长得丑的也不行 那会影响食欲 最重要的是性格好 心地要善良 特别是眼底那抹凶狠劲 更让我满意 前世人和鬼都见得多了 他这样长大后很难驾驭 但是年纪小的时候 养成戏很有成就感 我哥哥走丢了 你可以当我哥哥吗 我从口袋里掏出了大白兔奶糖 放到他修长的手上 声音软软糯糯的 我有很多玩具和零食 都可以和哥哥分一半的 哥哥愿意跟我回家吗 没有哪个小男生 会拒绝我这么可爱的小朋友 他也不例外 他小心翼翼地 接过我手里的糖 却没有触碰到我的手 似乎是怕弄脏我的手 我却主动牵住了他的手 开心地和爸妈炫耀 爸爸妈妈 我喜欢这个哥哥 爸妈对于他的长相也很满意 又问了几个问题 发现他乖乖巧巧的 而且也很懂礼貌 便就同意了 我给他取了个新名字 叫陆星辰 因为他的眼睛像星辰一样漂亮 他住在我房间的对面 房间布局和我的一样 之前爸妈是想给哥哥留着的 现在被他住着了 吃饭的时候 他也坐在爸爸的下位 那曾经也是哥哥坐的地方 渐渐的他真的代替了哥哥的地位 爸妈做什么 也都习惯性地带着他一起了 哪怕是私底下谈话 也都是 咱们儿子 哥哥最开始的时候有些怯弱 在我的带领下 变得外向和自信了起来 不过可能是第一次 在他面前可爱软弱的模样 让他印象太深刻了 导致了他真的把我当妹妹保护着 每天晚上给我讲童话故事 哄着我睡着 会把我不喜欢吃的食物 夹到他盘子里吃掉 甚至在我不小心磕到桌子的时候 他会恨不得替我挨了那份疼 转眼间变上了高中 被爱包裹着的陆星辰 也开始散发光芒了 一踏进学校就引起了骚动 他虽然比我大却和我同端 是爸妈的意思 也是他的意思 这样能更好地保护我 与此同时 老熟人顾佳佳也出现了 也就是前世亲手折磨死我的罪魁祸首 假千金 他长得柔柔弱弱的 一皮一笑都带着我见游连的气质 特别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让人很难不心生怜悯 认真道 不知道 或许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吧 何止是男生喜欢的类型呢 还是哥哥喜欢的 愈生愈死的类型 为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亲妹妹 痛苦挣扎 求生不能求死不得 我舔了舔嘴唇 问你喜欢这种类型吗 他眼底闪过一抹厌恶 面上却是丝丝纹纹的 我不喜欢 我吃笑了声 那你喜欢什么样的 他低头看向我 挑眉道 我喜欢骄纵任性霸道不讲道理的 我顾佳佳和我是同班 他不是考上来的 而是特招生 记上这种贫困声 来这里都是被欺负的 毕竟能来这里读书的 不是继承人 就是富二代 钱是因为有哥哥 对他的保驾护航 所以他在这里是耀武扬威的存在 不过这一次 哥哥可不在了 我看他怎么蹦打 第一节课都是自我介绍 大家轮流站上讲台 都是大大方方不怯场 都是见过大场面的 自然是不去 轮到顾佳佳的时候 他羞红着小脸 扭扭捏捏 不好意思上台 我 我不好意思 老师笑着道 没事 大家都是第一次见面 别紧张 同学们给个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纷纷鼓掌 陆星辰见我没动作 便也跟着没有拍手 可是鼓掌都三轮过了 大家也都有些不耐烦了 顾佳佳还没有上台 咬着嘴唇 脸上得更红了 眼泪也在眼眶里滑落 真是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经过这件事情后 大家自然地远离了顾佳佳 觉得很倒胃口 动不动就哭哭啼啼的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别人欺负他了呢 真恶心 可不是 就是因为他耽误了时间 害得下课都没有时间去厕所了 烦死了 待会儿分座位的时候 可千万不要把和他分在一起 这么晦气会影响我的磁场 大家声音并没有压着 顾佳佳听得清清楚楚 便跑着去办公室和老师告状了 这种行为在普通的学校还好 在贵族学校那无疑就是找死 顾佳佳同学因为情况特殊 大家对他多包容包容 班上有没有同学愿意 和顾佳佳同学一起做的 他胆子小 有同学照顾的话 很快就能熟悉学校的环境了 等了半天 没有等到同学举手 反倒等到了一片讥笑声 老师清合了声 顾佳佳同学 你想和谁一起做 这时顾佳佳倒是不扭捏了 指着陆星辰道 我想和星辰哥哥一起做 这声星辰哥哥叫得十分娇羞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很熟 男生们想起了疑狱声 女生则是全都比的不行 老师汗手 那行 陆星辰同学 你以后就和顾佳佳一起做 好好照顾他 陆星辰直接拒绝 抱歉 老师我对眼泪过敏 教室里安静了几秒 顿时就发出了轰笑声 我也勾了勾唇 他说话是有些毒舌的 老师眉头微醋 知道这是借口 但是他名义上是陆氏集团的继承人 他也不敢得罪 于是只得找了个 看着比较好相处的女生 一起做了 下课了 顾佳佳来找陆星辰了 他可怜巴巴道 星辰哥哥 刚刚我不是故意让你为难的 我只是觉得你长得很亲切 好像以前在哪里见过一样 难怪前是我哥能被他吃得死死的 他手段确实可以 在台上时 坚定不移的选择 满足了男生的虚荣心 要是不吃这一套 那私底下放低姿态 打感情牌 要是普通的男生 估计也就这么拿下了 可是陆星辰油盐不尽 你是鸽子吗 一口一个哥哥 顾佳佳眼眶又泛红了 咬着嘴唇 星辰哥哥 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解 还是听到谁说我话话了 我从小家里条件就不好 大家都看不起我 我只是想要交个朋友 不想那么孤孤单单的 陆星辰吃笑了声 那你应该去找女生当朋友啊 顾佳佳脱口而出 女生都很麻烦 我更喜欢和男生一起玩 没有心机相处起来也愉快 教室里瞬间想起了 女生一口同声的嘘声 这白莲花还是个绿茶表属性 都是前年的狐狸玩什么聊斋 陆星辰勾唇冷笑了声 我并不觉得 女生都是你口中的那样 当初除了你以外 顾佳佳就算脸皮在后 这下子也待不下去了 张红着脸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趴着就哭了起来 不过没有人去安慰他 全部都在嘲笑 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没看到他都拒绝得这么明显了 还这么上赶着找羞辱 谁说不是呢 陆氏集团继承人 也是他能肖想的 还说女生心机深 我看就他的最深 陆星辰看着表面温文尔雅的 没有想到 居然还是个剑表达人 我撑着下巴 欣赏完这场好戏后 笑着问 星辰 还是第一次看到你嘴巴这么堵 他帮我拧开保温杯 示意我喝水 你不喜欢的人 我也不喜欢 我小口的喝着水 轻笑道 骗人 你明明自己不喜欢他的 他挑眉 有些惊讶道 被你发现了 我眨眨眼道 你为什么不喜欢他 他认真思诚了片刻 他眼睛里写满了算计和贪婪 果然自己挑选的哥哥 比没得选的哥哥聪明太多了 顾佳佳开始被孤立排挤了起来 没有人再和他说话 就算他主动搭讪 也没有人搭理他 还阴阳怪气道 我是女孩子 心机很深的 你找男生吧 男生则是吃笑道 我们比不上陆氏集团的继承人 你去找他吧 按道理来说一般这样了 就不闹疼了 老老实实上课过段时间 大家也就原谅他了 可他脑回路不一般 在篮球比赛的时候 又主动去给陆星辰送水 星辰哥哥 你篮球打得真好 全校的同学都看着 旁边还有别班的男生 在旁边笑着起哄 这似乎是想要道德绑架陆星辰 又或者是想让所有人都同情他 毕竟很多别班的同学 不知道内情 陆星辰冷笑了声 打得再好也不是给你看的 少看几眼 走了几步又折回去补充道 不知道你有几个好哥哥 反正我不是你哥哥 别再乱叫了 谢谢 说完直径朝我走来 发现我正懒洋洋地 边上看着热闹 一把就抢走了我 喝了一半的水喝 喝完后把空瓶子递给我 看他还是看我呢 我接过矿泉水瓶 笑着调侃道 你怎么就能一直不上他的沟呢 陆星辰吃笑了声 你是不是觉得天下男人都是傻子啊 他这么明显 肯定是有所图谋的 谁会上钩啊 上钩的人很多 比如前世的哥哥 还有爸爸妈妈 他们阅人无数 怎么可能真的看不出来 他这么明显的小伎俩呢 原因只有一个 他们觉得他比我更重要 篮球比赛后 陆星辰有了个后援团 全部都是他的小迷妹 在洗手间碰到时候 我洋装无意的 我们班的那个女生 天天缠着我哥 他都烦死了 怎么会有女生脸皮这么厚呢 怎么拒绝都没有用 都严重影响到我哥的学习了 要是有人能阻止他就好了 哎 当天下午 顾佳佳就浑身湿漉漉的 从厕所里出来了 他也知道惹中怒了 也不敢告诉老师 我很讨厌校园欺凌行为 也解救过别的女生 但是唯独在看到顾佳佳被欺凌的时候 心里会产生一种十分愉快的感觉 被针对半个月后 顾佳佳终于认怂了 再也不敢缠着陆星辰了 但陆星辰开始时不时和顾佳佳产生交集 让别人继续误会 然后大家继续的欺负着顾佳佳 最终 他主动和老师申请了转班 换到了年级吊车尾班级 这场风波才平息 吊车尾班级有个顽酷的富二代 长得帅 但是玩得很花 看到顾佳佳进入洗手间后 我也和班上的女生慢悠悠地走了进去 秦也长得挺帅的 你去帮我问问有没有女朋友 哇哦 我们陆大小姐也动烦心了 不过他长得真的很帅 家里也有钱 他应该很难搞定吧 看着好野 但我就喜欢那种感觉 对对对 我也很喜欢他 我觉得他比你哥还带劲 很快顾佳佳就和秦也谈恋爱了 他还经常带着他在我面前秀恩爱 每次我都转身离开 避免没忍住笑出来 但他却以为是我难过伤心 便更得意了起来 很快 顾佳佳和秦也的艳照 就在男生圈里小范围地传播了起来 秦也家本来就是娱乐场所起家的 所以他耳濡目染 玩得有些大尺度 经常多人行 而且年纪大小的都来着不拒 主打一个刺激 正在我欣赏照片的时候 陆星辰出现在了我背后 还把手机抢了过去 瞥了一眼耳朵就通红 你怎么看这些东西 我轻笑道 你也想看 那我们一起看 陆星辰在看到主人公后 默默地把手机还给了我 转眼间 顾佳佳已经为了秦也打了六次台了 之前白莲花楚楚可怜的模样 也消失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抽烟 纹身 裙子也改到了大腿根 妥妥的小太妹 而我和陆星辰的学习也越来越好了 年级第一二名 老师同学们眼中的天之骄子 每年我都会举办生日宴 把班上的同学都邀请过来 加深同学之间的感情 也是父辈们认识合作的好时机 在学校里 不少人都以参加我的生日宴为荣 这次是我的成人礼 特别隆重 圈内都有几位大佬来参加了 我给爸妈准备了一份大礼 爸妈 我找你们找得好苦啊 就在爸妈和大佬推杯换展的时候 门突然被打开 一声淒厉又悲惨的男生响起 我终于回家了 说完 他就坐在地上 失声痛哭 光头 浑身蓝绿 脸上还有一道凶狠的吧 看着就不像好人 特别是 此时他身上还散发着一股臭味 大家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悠扬的钢琴曲也停了下来 妈妈疑惑道 你是 哥哥立刻激动地抬头 眼泪鼻涕起流 狼狈又恶心 爸妈 我是陆成井啊 你们的儿子忘记了吗 说着就想上来抱着妈妈 妈妈也本能后退了几步 因为太臭了 赶忙捂住了鼻子 我一脸嫌弃道 你身上怎么那么臭啊 会不会有什么传染病啊 当初顾佳佳说的话 我一字不落地还给他 哥哥看到我后 双目星红 上前就要打我 陆一鸣 要不是你 我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模样 陆星辰立刻挡在了我的面前 神色冰冷道 不许欺负我妹妹 我探出头 天真无邪道 哥哥 你离他远一点 他好像老改犯呀 不会才从监狱里出来的吧 大家又默默地后退了几步 哥哥彻底发狂了 开始掀桌子了 愤怒大吼道 我才走了多久 你们就找人替代了我 你们太过分了 我恨你们 保安及时赶到 控制住了哥哥 但是这场宴会却也被迫打断了 他们走的时候都审色各异 今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明天早上就会在圈子里传遍 本来爸妈和大佬谈的生意 也无疾而终了 爸爸气得不行 人一走就开始大发雷霆 他什么时候回来不行 非得现在回来 把我们的脸都丢干净了 妈妈揉了揉太阳穴 似乎刚刚被熏的头疼 这孩子确实回来的不是时候 洗完澡下楼的哥哥 听到这话 气得脸红脖子粗 我是你们的亲儿子 你们一点都不关心 我怎么回来的 这些年过得好不好 我做梦都想着 回家后一家团人的样子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我 一米八的大汉 坐在地上大哭 这是得受了多大的委屈啊 可惜因为他刚刚 太让爸妈丢人了 所以不但不心疼 还觉得上不了台面 丢人现眼 爸爸挥手 行了 一个大男人 动不动哭哭啼啼的 成什么样子 既然回家了 那就好好在家里 带着别出去闹疼了 哥哥用袖子擦着眼泪鼻涕 还在拉丝 执着陆星辰恶狠狠道 把他赶走 我都回来了 这个替代品 留在这里 只会让我恶心 我还没有来得及开口 爸妈就一口同声道 不行 哥哥气得双手 紧紧地攥成了拳头 额头轻轻抱起 爸妈 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儿子 妈妈安抚道 知道 但是这些年 星辰和我们相处得很好 大家也都很喜欢他 爸爸也补充道 你多和他学习学习 听到话的哥哥 彻底忍不住了 挥拳就想要揍陆星辰 他往边上轻轻一挪 完美地避开了 他脚往前一伸 绊倒了哥哥 但因为有沙发挡着爸妈 并没有看清楚 这个小动作 只以为哥哥没站稳 哥哥摔的笔血都流出来了 没有等到一句安慰 反倒等到了责骂 爸爸骂了句 丢人的东西 你再闹我就把你赶出去 哥哥气得浑身发抖 但也不敢闹头了 因为他发现 这个家不再是他印象中的家了 爸妈也不再爱他了 晚上休息的时候 哥哥看着路星辰的大房间 眼神恶毒道 以后我睡这里 你去睡客房 此时爸妈也不在 我也不装了 嘲讽道 哥哥 你好像还没搞清楚 你在家里的地位 在你被拐卖的这段时间里 星辰哥哥早就取代了你的位置 不仅仅是父母的爱 还有你的继承权 星辰哥哥帅气又优秀 不仅学习好 而且人员也特别好 圈子里的小姐公子 都喜欢主动找他玩 给公司带来了多少利益 你不会单纯的以为你的血缘 能抵得上吧 以后对星辰哥哥客气一点哦 不然等爸妈老了 你就会被赶出去了 又要过上那种 琉璃师所乞讨的日子了 陆星辰安静的站在我的背后 虽然一言不发 但威慑力十足 哥哥很生气 开始无能狂怒 想摔东西又收回了手 怕爸爸听到了 真把他赶出去 后槽牙都要咬碎了 行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陆星辰送我回到房间后 便问我 你很讨厌你哥 我汗手 对呀 我想弄死他 陆星辰神色复杂的看着我 却也没有劝慰我 我舔了舔嘴唇 星辰 你说顾佳佳 和我哥是不是天道地设的一对 陆星辰想了想 点头道 绝配 我勾了勾唇 不愧是我选的哥哥 从来不质疑我的任何决定 天凉了 秦氏集团苟言惨喘的日子 也至于到头了 宣布破产了 自然是没有钱 再和顾佳佳一起玩了 之前秦也在的时候 顾佳佳特别嚣张 欺负了不少同学 如今他没有了保护伞 大家便又欺负他了起来 我安排了人 把他围在巷子里殴打 然后我又来了个英雄救美 然后理所当然地 邀请他去家里做客 顾佳佳此时急需救命的稻草 自然是不会拒绝我的 言语间还各种讨好 我笑得温柔 以前的事情都过去了 以后我们当好朋友吧 顾佳佳急忙点头 生怕我后悔 我给他拿了一套短裙 让他去哥哥的房间洗澡 因为哥哥才搬来 所以房间很空 和客房没有区别 在花园里打游戏 打累了的哥哥 也恰好回到了房间 过了五分钟里面还很安静 我摊开了手 星辰你输了 陆星辰把这个月的零花钱 都放到了我手上 你比我更懂人性 我玩耳一笑 论人性你比我懂 论畜生的心性 我比你懂 当天晚上顾佳佳就留在这里吃饭 他又恢复了 成了最开始白莲花的模样 乖巧又温柔 再加上我帮他镀金 佳佳虽然家势不好 但是他读书特别努力 也特别用功 不和命运屈服的 他脾气性格也特别好 我们都很喜欢和他在一起玩 追他的男生也很多呢 可是他眼光很高 一般男生都看不上 这时陆星辰也主动给他加了一块排骨 还温柔地道 你不能吃辣的 这个不辣 顾佳佳受宠若惊 哥哥眼里写满了势在必得 而我抿了抿唇 艰难的把嘴角的笑容咽了下 很快哥哥就和顾佳佳谈起了恋爱 本来爸妈还有些意见的 觉得顾佳佳佳是太单薄 配不上哥哥 但是哥哥坚持啊 觉得真心相爱最重要 说这话的时候 还挑衅的看了一眼陆星辰 他低着头面露悲伤之色 于是哥哥便更坚定了起来 至死不渝 最终爸妈还是点头同意了 打了六次胎的顾佳佳 是个一怀体质 很快又怀孕了 爸爸特别高兴 好 不愧是我儿子 我们老陆家有后了 要是生了个儿子 我给顾佳佳奖励一百万 顾佳佳瞬间眼睛就亮了 谢谢叔叔 妈妈温柔的看着他的肚子 眼里也写满了高兴 我趁机到 既然佳佳也怀孕了 要不举办个隆重的婚礼吧 也正好把哥哥介绍给大家认识 他们自然是欣然同意 直接把婚室定到了月底 晚上路过书房的时候 我听到爸妈的窃窃私语 成井这些年 在外头废了没办法继承家业 一宁虽然优秀 但是毕竟是个女孩子 公司也没有办法交到他手里 如果这个孩子是个男孩 那以后公司就由他继承 如果这个不是男孩 那就一直生到男孩为止 虽说公司能有现在的规模 多亏了一宁 但谁叫他不是男孩子 这就是命啊 我勾了勾唇 果然和前世一样 还是如此的重男轻女啊 那我再给他们送一份大礼 哥哥和顾佳佳的婚礼 虽然有些仓促 但所用的物品无不精致奢华 我赞叹道 星辰 这婚礼还真是漂亮 陆星辰看着我手上把玩具的U盘 轻笑 那你还准备毁掉 我对上证挑衅猴举杯的哥哥 也端起了手上的饮料 和他摇摇一碰 小口抿了一下 笑得意味深长道 不然他们不长记性呢 婚礼进行曲 缓缓响起 哥哥和顾佳佳携手而来 勉强算得上俊男靓女了 爸爸和妈妈都分别上台发言了 请人写的稿子 情真意切 爸妈眼眶都泛红了 陆星辰给我包了一颗大白兔奶糖 我轻笑了声 干嘛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他把糖塞到了我嘴边 甜的 我饿趣味的伸舌舔了一下 眨眨眼 小狼狗就是小狼狗 永远都变不成小奶狗 进入后台后 我直接开口 你去吃酒席吧 剩下我来就行了 工作人员高兴道 好的 就在哥哥和顾佳佳 交换完戒指的低头亲吻的时候 背后电子屏恩爱的视频 换成了顾佳佳和秦也的视频 台下瞬间响起了惊呼声 哥哥和顾佳佳以为大家是在祝贺 更带劲了 大家高声喊着 看后面 看后面 接吻完的两人 笑盈盈的看向背后 本以为是爸妈给他们准备的惊喜 前一秒 顾佳佳还觉得 他此时是人生巅峰了 下一秒 浑身发凉 如坠冰枯 哥哥脸上的笑容瞬间凝结 面容争鸣道 好 你原来一直在骗我 顾佳佳脸色惨白 颤颤巍巍地道 你听我解释 哥哥一拳狠狠地砸到了顾佳佳的脸上 又朝着他的肚子踹过去 快说你肚子里的野种是谁的 顾佳佳雪白的裙子 瞬间被鲜血染红 疼得浑身抽搐 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可是哥哥此时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 对着他疯狂地拳打脚皮 台下有人想上去拉架 但是哥哥此时和疯子一样 爸妈从洗手间出来 看到这一幕 赶忙上台去劝架 可是反被哥哥推开了 妈妈脑袋撞到了柱子 鲜血直接涌了出来 然后吓晕了过去 而爸爸也被哥哥打了一拳 门牙都打掉了 四个保安都没有止住发狂了的哥哥 最后还是警察来了才止住了 哥哥被带去了警察局 爸爸妈妈还有顾佳佳去了医院 顾佳佳孩子流产了 脊椎断裂 肋骨断了八根 抢救了七个小时 人虽然抢救回来了 但终生都需要躺在床上 为了排便方便 所以不能穿裤子 毫无尊严地活着 妈妈轻微脑震荡 问题不大 爸爸镶嵌了两个烤子牙 哥哥被查出来 受了强烈的刺激后 才发狂的 但殴打致人重伤 是不争的事实 被判刑了八年 本以为爸妈会找最好的律师 让哥哥少坐两年牢 但爸妈就当没有了这个儿子 哦 原来是伤到了他们才知道疼了 高考完了 我拿了理科状元 陆星成比我少一分 我开心地裂出了大白牙 他倒也不懊恼 上次哥哥婚礼上 爸妈有多丢人现眼 如今在我的升学宴上 就笑了有多么高兴 他们终于想明白了 只有我才是他们唯一的骄傲 毕业后我继承了爸妈的公司 本来是想着 打包成废品卖了 毁了爸妈的心血 但钱太多了 我还是没舍得 乖乖的当着总裁 不要太惬意了 陆星成当了教授 因为高考完 同学聚会玩真心话大冒险的时候 他们问我喜欢什么类型的 我嘴欠 说了句 我喜欢斯文败类的 教授那种 同学们响起了尖叫声 陆星成从此就戴上了金丝矿眼镜 白衬衣是标配 莫名其妙 顾佳佳疯了 我安排的 然后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 哥哥在监狱里日子很不好过 我找了几个大汉 天天轮番伺候他 他最后推着牙刷自杀了 据说他死得很痛苦 嘴里还念叨着我的名字 说着什么重生之类 奇奇怪怪的话 我一直在想 怎么安排爸妈能不脏了手 又能让他们痛苦的 可是最后 他们先我一步 开车出去的时候 被大卡车撞到了 都是重伤 我安慰了大卡车司机 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你也不容易 车子没有买保险是吧 那算了 不用赔偿 我再给你修车 大家都称 我为最有良心的商人 我转身就和医生说 把我爸妈能用的气管 都捐献了吧 遗体也捐献了 本来还想说 能抢救的医生 话都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好的 谢谢 真的非常感谢 我替那些得到救助的病人 表示郑重的感谢 我笑着 接受着所有的赞美和荣誉 这都是我应得的 踏出了医院 就看到陆星辰 开着新买的跑车 朝我挥手 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全文完